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變動 最近人都在問我說我要不要轉職,要不要轉成騎士 那我給他們答案都是說 我還是看一下韓版最近的改版狀況好了 但在這一次今天的改版之後 我覺得狂戰魂好像又值得延續下去了 好,我們話不多說 這次更新的職業調整包括了9個職業 王主、法師、暗騎、槍手、妖精、龍鬥士 躲在這,死神、狂戰士、神聖劍士 技能我們來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個就是狂戰士啦 那狂戰士這次的改版呢 來壓力,壓力這招呢 它是降低所需要的累積傷害 而且它會提高它的傷害量 所以你只要累積少少的傷害 你就可以打出比原本還要多的傷害 算是技能的提升 再來三反,三反的話它的反擊量增加了 一樣是提升 再來這王命之圖的部分呢 如果說是一般的王命之圖的話 它會增加了一個PVP的傷害減少的功能 也就是說 未來我們打架的時候 拉到人之後 PVP的傷害減少它會被人家扣掉 那如果說你變成這個上升之後呢 它的這個debuff的效果就是 PVP傷害減少的降低 它會再得到一些提升這樣子 所以這個 如果現在有的話 基本上你的能力可以說是更強啦 再來神聖劍士的部分呢 我覺得也是蠻關鍵的 看到這一招大家都知道不能下拉 那這一次調整完之後呢 它就是變成可以下拉 而且 你可以把它拉到這個快速欄裡面 快捷欄裡面 自己去使用 那它的MP的消耗呢 也會得到一些降低喔 那第二個呢 這個技能呢 它是針對這個不死系 有額外的傷害加成嘛 那它的傷害加成呢 又更提高 那第三個是經濟喔 經濟的話 它的技能傷害增加 但我覺得 無論如何吧 就算這一招大家無視它好了 前面這兩招呢 其實也可以把神聖劍士定位成一個 適合小克奈米克成長的一個非常好的職業 現在這兩招改版之後又更好了 好 再來是龍鬥士的部分呢 龍鬥士的第一招呢 它新增了一個叫做 司法速度的一個 它的一個能力 它是增加的 那下面這一招呢 它是提高了它的這個命中率 奪命之雷的這個衝擊 那右邊這個呢 它提高了暈眩的命中率 那下面這招經濟呢 它是增加了暈眩命中 以及它的這個debuff的效果 那技能命中的時候呢 它也會觸發到它一些連鎖的一些 這個效果都會一起出來 好再來呢 是王族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技能 它增加了一個算是負重 這個小小的改 那再來子技的部分呢 它是提高了 復活的這個目標的HP以及MP 那它這個時間呢 它不會再跟帝國屏障 共用這個冷卻時間 所以對於王族來說呢 算是一個好消息啦 好再來下一個法師的部分呢 首先是地裂的部分 這個是傷害增加 那右邊這個火風暴呢 它也是變成了可以下拉自動使用 而且呢 降低了MP的這個消耗 那這流星雨的部分呢 它也是降低MP的消耗 再來流星雨的古代呢 它這個MP的消耗也是降低 除此之外 它也增加了它的這個技能的命中範圍啊 法師小小改 對於更強大 如果這個把它改成冰刺的話呢 我想應該大家會更愛吧 好再來妖精呢 妖精就有點不知所以然啊 首先第一招呢 這個是地妖才有的 這招這個鋼鐵防護呢 以前跟保護罩 它等於是兩招衝突的 那現在呢 它把兩招獨立出來 你都可以互相 就是你現在等於是多兩防的意思就對了 簡單來講 那下面這個魔霄的精神呢 嗯 技能命中率提升 嗯 重要吧 你們覺得呢 好再來槍手的部分呢 首先第一個技能啦 這個是堅守啦 它是說 它提高它的這個遠距離的命中 這個會有所提高啊 那下面這一招呢 神射手 它是增加了它的技能的這個發動機率 好再來按棋的部分喔 首先第一招呢 是黑暗保護 它是沒有辦法被香消的 那下面這一招 黑暗騎士的這個復仇者呢 它是把它這個傷害啊 再提高一些 好那最後呢 是這個死神的技能 叫死神破壞者 死亡破壞者 它是說嘲諷的時候呢 目標的範圍限制為一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各位死神的朋友們 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吧 好啦 那麼以上呢 就是這些所有職業的技能改版 總共九個職業喔 那我覺得這裡面最值得注意呢 當然還是這個狂戰士喔 那也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啊 好啦 那麼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面跟我們來做一個分享 留言分享 那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囉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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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